CBA消息 报胡金秋单换周期 任俊飞遭遇网报 李春江儿子获辞退 报胡金秋交换周期 北京时间4月7日 CBA常规赛第三阶段的比赛已经落下帷幕 接下来各支球队经过短暂的修整之后将会进入到紧张的针对性训练中 广煞南篮在本赛季初表现并不好 主教练王博因为多次吃到出球 经常被球迷质疑是吃老本 不仅如此 球迷还经常拿最佳主教练来嘲讽王博 本以为广煞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低迷 没想到来到第三节却突然爆发 目前已经排在联盟第六 再次表现出亚军的气势 以至于杨明为了避免在季后赛与广煞相遇 不惜故意输球一场 据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广煞已经定下冲击总冠军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广煞管理层正在与新疆南篮协商 签下周琪 这个消息已经爆出立刻引起球迷的广欢热议 在球迷的认知中 基本上都会认为周琪如果重返CBA 大概率会加盟辽宁或者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广煞竟然会有如此野心 据悉这次广煞开出的筹码是用胡金秋去交换周琪 对于这次广煞的大动作 很多球迷表示担忧 虽然周琪的技术水平在联盟属于顶级 但是篮球毕竟是团队运动 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战术配合 周琪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再加上以王国这样的资历 能否让周琪服从管理还是未知数 最关键的一点 签下周琪的代价还是非常高的 仅签字费一项就让很多俱乐部望尘莫及 广煞真的有如此大的胃头吗 李春江儿子被辞退 众所周知 在国内联赛中 活跃着很多所谓的球二代 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是中国蓝盘民宿 按道理来说 如此优秀的基因多少也会遗传给下一代 不过总会有些意外 在众多球二代中确实有很多在CBA打球 但是大部分人的水平并不突出 目前比较出色的就是王芳之子张震琳 展书萍之子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于女蓝的后代 男蓝名宿的后代多少有些拉胯 今天重点讲一讲李春江的儿子李金龙 目前效力于深圳男蓝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 因为表现实在不好 正在面临被深圳男蓝辞退的尴尬 李春江指导作为CBA最知名的冠军教头 指教生涯共获得六次最佳主教练称号 其指教能力受到业内的肯定 自从加盟上海男蓝之后 上海男蓝的转变还是非常大的 目前上海男蓝已经排在积分法第五的位置 虽然实力不能与广东 辽宁这样的球队相抗衡 但是绝对是他们夺冠路上最大的阻碍 相比于父亲李春江的成就 李金龙实在表现平平 本赛季一共代表深圳出场两次 场均16分钟能够拿到12分的成绩 单从得分上来看 李金龙表现并不是太差 被弃用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防守短板 太明显了 为此很多球迷喊话李春江 为什么不把李金龙放在自己身边呢 难道怕被扣上任人为亲的帽子 任俊飞遭到网报 在联盟俱乐部众多总经理中 很多球迷对于广东南南总经理 朱芳宇的能力赞叹有加 甚至称他为联盟第一总经理 不过在这个时候 总会有质疑的声音传出来 认为朱芳宇长得期间 有着非常大的几次败比决定 一个是不给赵锐顶心的决定 另一个就是力排众议给任俊飞顶心的举动 不能否认 任俊飞在巅峰时期 为建立广东王朝立下了汉马功劳 绝对称得上是有功之臣 不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及状态的下滑 任俊飞已经很少能够获得出场机会 在最近的比赛中 任俊飞出战11分钟 却仅拿到两次篮板 期间失误高达两次 效率值全队排名倒数第一 任俊飞是广东南篮唯一的顶薪球员 800万年薪的合同相当于易建联 赵锐 胡明轩 徐姐四人的工资总和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任俊飞经常挽到球迷的网报 据悉任俊飞的压力非常大 甚至还萌生了提前退役的念头 除了任俊飞被网报之外 作为总经理的朱芳宇自然也被牵扯其中 再加上朱芳宇与任俊飞私交甚好 这未免会让人产生联想 即便是任俊飞对广东有过贡献 给他一份顶薪合同算是肯定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牺牲了其他球队的利益 单说赵锐 无论是加盟哪支球队 肯定是顶薪无疑了 你觉得朱芳宇为什么会给任俊飞顶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řil怦 伊斯文明 大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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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陬